好 那号称是台湾地区第一帅男性王阳明呢 在爱情方面似乎是个能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去年年末的时候 与张力宣布分手之后呢 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使 晒出与旧爱这个蔡世云的度假照 三月呢是在网络高调诗爱蔡世云 大户已经找到女神了 4月7号呢就报道说 哎 两个人都已经订婚了 哇 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很享受这个感觉 然后两个人都真的就很开心 不会闪婚啦 不会闪婚 对 不会闪婚 上个月王阳明还失口否认了会闪婚一说 这个月就被女主角坐实了订婚的传闻 小太阳和Dizzy订婚咯 4月7号蔡世云大方表示 已经和王阳明订婚 还晒出了代表爱意的蛋糕 一句迪迦s forever也很是抢眼 寓意小两口将永远在一起 而4月6号正是蔡世云29岁的生日 王阳明这个求婚大惊喜 郑重女方下怀 很多朋友都说 应该让她等一下 对 可以让她紧张一下 可是我说 没有 我是非常肯定的 所以我就马上就说 Hell yeah 对 然后后面她就 就帮我戴上戒指 对 而满嘴不会闪婚 却又求婚成功的王阳明 也是激动不已 再次表白 你对我来说是世上最特别的人 我很幸运能再次在人生中拥有你 幸福之情异于言表 只是这幸福着实来得太突然 让看客们有些措手不及啊 敢问这次订婚 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吧 但我只是就觉得说我很开心 然后蔡世云也很开心 娱乐新年地珍惜眼前人综合报道